我本身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毕业于马来西亚浴室学院,在1990几年的时候啦。 所以为什么会读设计呢?设计从小都是我的一个梦想来的。 因为觉得自己就比较有一些艺术的天分啦。 所以就开始去读主修室内设计咯。 所以就来到吉隆坡,毕业了以后就去当设计师。 一做就做了五年的时间。 我一共做了五年的时间。 其中有一家是在一家室内设计公司是做上市的。 所以那份也是我最后一份的工作啦。 其实那份工作是让我是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为什么今天我们两个会在传销? 这个只是等下来讲啦。 然后接下来给我的老婆介绍她自己的背景一下。 大家好,我是婉贤。 很开心啊。 真的是很开心。 我最后一份打工的工作呢,是这个古董家具设计的中间。 他们两个背景都是设计设计师咯。 这样,为什么一个设计设计师会选择做传销呢? 这么设计师会跑去做传销。 会来做直销。 一做就做了。 今年应该是第十八个年头。 做了十八年。 设计师玩谁干的呢? 然后我是打工不了的吗? 对不对? 然后你认为我是那种完美主义者啦。 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因为设计师都是有自己的性格。 喜欢一些自己比较特殊的东西啦。 同样的,在我的人生里面也是追求一些自己想要的生活。 可是,身为一个设计师也是个打工仔。 这样我又很费费的咯。 这样我每份工作都让我是很不平衡的咯。 第一份工作,第二份,第三份。 看到Facebook都有在讲嘛,对不对? 我看到我的老板,我的上司一直不断的在换车。 我就开始,哇,很不平衡了。 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 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六岁啦。 当我决定转行的时候,那时是在我二十五岁,二十六岁啦。 所以就很不平衡,就感觉到, 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不可以成功呢?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一个念头, 哎呀,其实我要成功。 我可以不打工了,我应该不要打工, 我应该去做生意。 所以你知道咯,在基隆坡生活, 一个月的薪水两三千块, 怎么样找本钱做生意啊? 有本钱吗?没有本钱咯? 所以,有本钱,那个钱是从来来咯? 父母亲或者是你拿物质去抵押罢了吗? 那你叫我做这样的东西,我就不要了。 万一生意失败的话,我会死得很惨咯。 我做不出这样的东西啊。 所以我就想一想一下, 最容易开始一门生意, 应该就是传小事业。 低资本嘛,低门槛嘛, 就可以开始一门大生意。 对不对? 不需要放很多的钱, 只要通过努力就可以了嘛。 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我们的, 一边打工,一边做传销。 做了八个月的时间, 做全职咯。 这当然在八个月的时间, 你问我有没有成绩? 有成绩的。 因为有成绩,才看到未来嘛。 才来决定要全职嘛,对不对? 这样,有很多人在问, 这样子当你们在做传销, 一边又打工, 早久晚午在打工,会累吗? 累啦,这么不累。 不累是骗你罢了嘛,对不对? 一定累嘛。 不过你要知道, 你的要追求的价值在哪里? 你要是什么东西? 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清楚,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25岁。 25岁。 然后我爸爸也是将近是整50岁啦。 对不对? 所以我一个梦想就是想提早让父母亲退休。 这个是成为我刚刚开始踏入传销的一个动力啦。 当然Five Assisiere, 最重要的是要完成自己的一个人生, 一个最大的目标啦。 身为BE的Pioneer之一, 这是我们的一个荣幸啦。 所以, 所有在我们前面的那个16个门, 都上了。 所以只差我们。 所以就觉得刚开始是觉得, 哎呦, 这个家好像不是很完整样咯, 缺少我们两个。 所以好啦, 是时候啦, 就一定要fight out啦。 嗯, 所以现在是好像刚刚跑完一场马拉松赛。 哈哈哈, 终于跑完了。 哈, 我不是第一个, 我们也不是最后一个。 我们只是完成我们个人的马拉松赛。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后面还有很多人在跑着。 希望我们跑完了我们自己的马拉松赛。 我们可以给后面的人在跑的一些指引, 一些鼓励, 教大家一起怎么样跑。 我觉得在你的人生中, 你一定要很知道,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目前你所过的生活, 或者是你觉得很不如意, 也意思说可能在好几年前你做的选择, 让你今天所过的东西, 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啦。 所谓的来看BE是一个重新的选择。 不过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BE是一门创业的一个机会。 它是一个生意。 一门生意是可以让你用低资本, 然后开始去创业。 生之福, 这个生意是可以做到去国际化的。 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生意人,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都开始在抓头, 很烦恼。 对吗? 到底要怎么样去找顾客, 要怎么样去招生意。 这样我能不能够公司的开销, 能不能够继续在sustain下去, 或者下去关掉。 今天你进来比喻, 你根本不需要想这个东西。 你只要把我们的产品穿在身上, 用心的穿, 去分享你自己的见证, 你的感受, 跟你身边的每一个朋友, 每一个亲朋去友, 你就开始在创业了嘛。 对吗? 然后就是同样的咯。 这样东西, 不要这么容易放弃啦。 我是这样子觉得啦。 你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 就好像我们读书。 今天你去读书, 你去考试, 你不及格, 你不会马上退学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你考不好, 也嘛重新来过咯。 群劳一点点咯。 用心的读咯。 不要玩玩下咯。 认真一点咯。 下一个学期, 你同样可以考到好的成绩。 今天在BE也是这样子的。 可能在座的有的朋友, 他在这时刻, 你们做的不如意。 记得, 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问问自己, 为什么你要做BE? 为什么你要做改变? 那今天, 是, 是, 然后装备好你自己, 去面对未来的一些挑战。 肯定是有挑战的, 人生本来就有挑战嘛。 不做传销, 不做BE也是有挑战嘛。 打工有挑战吗? 有挑战, 我打工是最大挑战的。 看着老板出车, 我没有能力出车, 我最挑战的。 我不要那个东西啦, 所以就来BE创业。 希望, 希望, 下一次这个疫情过了过后, 开会的时间, 可以再次见到大家。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